我們看DV8 他說這個圖有一個指點做等加速度運動 依次通過ABC三點 ABC的長度跟BC的長度一樣 以之物體在AB段平均速度是3 在BC段平均速度是6 他問在BC的瞬間速度是多少 這怎麼做 我就令這個一開始的時間 這個時間叫0 然後這個時間 這段時間叫T 這段時間叫T' 所以這個時間就是T加T' 我們知道 因為他做等加速運動 兩個10克之間的平均速度 就是中間那個10克的順時速度 比如說V 這個2分之T 這個是AE之間的平均速度 這是等於3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兩個10克中間那個10克的順時速度 就是平均速度 就是V1 你知道嗎 這是 除以2 這是T加2分之T' 這是等於6 再來 這個位移是S 那平均速度 那平均速度 乘以總時間 就是S 平均速度 是等於V 中間那個時刻的速度 是3 這是3T 這個是等於S 3T 然後這個 這個是6 這個時間是T 也是等於S 所以我都知道 這兩個相等 那我把它除上去 除上去的話 所以這T不讓 事實上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T的一半 2分之T 那這樣的話 這個就可以改寫 這是2分之T 所以這2分之3T 這個時刻是2分之3T 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C 這一點的速度 是這樣的 它在中間這個速度 中間這個速度 應該是2分之5T 再數以2 兩個加起來數以2 所以這個 這個是T 加T' T'是2分之T 這是4分之T 所以是4分之5T 中間那個時刻是4分之5T 也就是說 這個是等於多少 4分之5T 好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 加入算出來 加入A 這兩個時刻之間的平均加速度 因為它等加速運動 等加速運動的話 平均加速運動的話 平均加速運動就等於順時 順時加速度 但是快速快一點 好 然後所以 有一些 就是 セ動 四分之五-t VB-2 over T 這樣是3 4分之2 4分之5-4分之2是4分之3 4T 3可以約掉 這是等於T分之4 加2度是等於T分之4 現在要問VB VB事實上是VT VB事實上是VT 那又要等加速運動呢 我假設這個時刻的速度是V0 這是VA VA加那個AT A的話是AT T分之4 再次等於經過時間T 所以這是VA加4 VA加4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這是T的速度 那2分之T的速度我也曉得 2分之2就是3 我這3 這是2分之T的速度 就是AT加V 現在A等於A T T是2分之T 再加V0 V0就VA 所以這就是等於VA A 再加A A是等於T分之4 再乘2分之T 對 所以這是VA加2 等於說 這裡的速度速度是VA加4 中間這個 中間這個時刻的速度是VA加 VA加 那VA加已經知道是等於3 大概一減 一減的話 這個VV減掉3 一減是等於2 所以我就知道 V那一減的速度速度是等於5 3加2等於 所以這集應該是V5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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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